感恩师父,感恩关心一伯伐 你好你好 师父麻烦你解这个梦吧 好 就是前几天同修 找到另一个同修 得梦来跟他说 说他跟同修完成这个事 他就要回天了 那个同修啊 就是另一个同修 目前这个同修 得梦来跟他说 说他同修完成这个事 他就要回天了 几岁了,这个人几岁了 这个人五十多了吧 差不多了 有些人 他到人家来的使命 在天上他的愿力很小 所以他到人家来 把这个愿力还完了 他就死了 结束了,回天了 他后来说了一句话 跟这个赵木这个师兄说 说他就是因为他没有吃素 哎呀 事实上是不是没吃素啊 他没有吃全素 哎呀,完了 带上,带走了 他是菩萨 他人家来不吃素 他一定会去的 哦 完了 师父他现在应该怎么办 他现在怎么办 临时抱佛脚啊 什么临时抱佛脚啊 他这种人 在天上下来的人 这么没有素质 这么没有 没有没有那种那种悟性 开什么玩笑啊 你是菩萨下来救人的 你现在吃素都不懂 那说什么啊 你跟 你跟那个灵 跟那些动物 结了这么多的冤 你这种身上的气场很差 现在 天上不把他弄回去的话 他以后天都回不去了 听不懂啊 嗯 嗯 他许念 就是许了个六四鱼章小花吧 许了五千条鱼够不够师父 没用的 他许的这个跟他根本解决不了的 他等于 因为 他等于 他本身是一个大学生 但是他现在学的都是小学里 我再做一百遍功课 一加一等于二 有什么用啊 师父你给他开试开试吧 开试开试 他不开误 我开什么试啊 他应该怎么办这个试师父 我觉得他带走比较好 真的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因为他以后回不了天啊 他 像他这种 人如果带走的话 他一定是在人间 就是学破不经济的人 师父 你吃杯吃杯吧 是你啊 不是不是 吃同修 冒着另一个同修 另一个同修 走嘛就走了 有什么办法了 嗯 师父吃杯吃杯吧 吃杯吃杯 要他自己吃杯的 他现在来吃素都做不到 我怎么吃杯他 啊 你一个开试 就是听录音 他应该怎么办 吃素是另一个 开试就是听录音 我有什么办法 他这种东西 要靠自己的呀 自己拿菩萨的要求 来对待自己 重新许大愿 而且要做到 重新许大愿的话 许得好 做得好 那么可以延寿 做得不好 比原来带着走还要快 好了 是吧 许的愿不能违远在 是不是师父 对 嗯 你给他开试 开试我就听录音 不是这么一点点时间呐 不是说 哦 我放点生天的小房子 不是这个问题 要许大愿 而且要天天 要天天以生作得 要广度众生 要重新等一把天上的 自己过去的愿力 要重新修改 听不懂啊 哦 否则的话 他根本留不住的 要走人的 嗯 这个梦一般做 都要多少时间师父 半年一年 半年一年哈 嗯 嗯 哦 好啊 好啊 感谢观看